所以這可以變成一個文化之旅就對了 文化之旅完之後呢 自然之旅再往上延伸過來就是藍潭 各位鄉親父老 為什麼叫藍潭 因為這是荷蘭的時代 引這個濁水溪 如果我們記錯是引濁水溪 過來之後成為一個潭 因為荷蘭要在這邊也做灌溉於的王田 還有信念水師所用的 荷蘭來蓋的所以叫藍潭 日本人蓋的所謂叫做日夜潭 你如果土耳其人來蓋的叫苦潭 開玩笑的啦 這個地方 哎呀一到了假日 現在我那時候來的假日的時候 六日好像會封街 就是不讓車子上來 讓大家可以在那邊騎腳踏車 我告訴你 湖光山色 晚上的時候中間還有那個 不要弄橙色噴淺嗎 很漂亮 各位人家說有三種情形之下 看女人最美 燈下閃下夜光下 燈不是這個燈 是那個朦朧的街燈 彷彿看到了你面前 這種街燈下 閃下 那個閃不是那個黑色的一閃 而是美濃油之閃那種閃下 看女人最美 另外一種是夜光下各位 在夜光下的女生 在這個涼亭下面 夜光光這座你咧咧大膏 看著前面的這個必破萬情的這個壇 好被讓女人看起來特別的柔美 後來這個日本時代料八田語裕 就是迦南大徑的這個主要的工程師 他把荷蘭人那時候叫做紅毛筆 因為風吹金髮屬正龍 金髮就是金色的頭髮 紅毛筆 他只是一個灌溉用的杯 一個湯 那是一個土堆這樣子 然後他日本人把它竹壩起來 變成什麼 真正的飲水用的 所以說後來才正名為藍潭 一定要來看看藍潭的後山 你如果拿起來比較好 你要撈一些 拿起來去走一下 他的後山 剛好空氣爛漿 腳啊 去去去去 那個不管是夜天還是 那是風吹的時候 當地人在那裡 玩謀突謀跳舞 等…很老的 很好走 所以你要看自然生態 我跟你說 4、5月的時候 我曾經有一次晚上來 有螢蟲 螢火蟲 有意思 聽到玲瓏大哥講那麼多 有關於說古蹟 自然生 他會去說一些經典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知道說 嘉義它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城市 講到文化的部分 很多城市都會有很多的名人 幫助這個城市相輔相成 那嘉義呢 你感到聽過陳陳潘這個藝文人士 陳陳潘 上港有名 誰會江街出名 這個人 日本時代出席 然後 世漢經濟讀書 然後當然那時候 環民化也讀日本書 接下來留學到日本去 到日本去學什麼呢 那時候日本人 台灣是他們殖民地人 一百九五年 馬關條約 白子黑子合法擁有的 他要讓台灣的子民學什麼呢 美術 醫學 音樂 絕對不讓他碰什麼 金事 不讓台灣學生 台灣人碰金事 學金事 所以說我們在台灣這邊 你會動不動 你隨便唱到那個 藝術 酒菜 三山路 動不動都是日本時代的那一些音樂家 接下來他學家杜聰明 高雄醫學院 這一個開紀元祖 這個醫生 然後畫家最有名的嘉義人 叫陳陳波 陳陳波那時候他寫西畫 其中有一畫叫做嘉義外家 家路家 西畫喔 竟然獲得日本人 這一個首獎 而且在日本的展覽裡面 陳列台灣第一個作品 台灣人的陳列 還有那時候雄亥的這個萬國博覽會 在那邊展覽 日本人知識很高的 台灣這個level哪有可能在我們日本社會裡面 跑出一個tap出來 那時候是當初時畫作的tap 你說有厲害嗎 各位 拿到一個地方在tap的時 往往你都會跟一些名人連結在一起 比如說你去坤町 坤町有我們這裡到行村的時候 在行村不是什麼樣 就是行村要下去的時候 就有一個很大的夜情 這個在告訴你什麼 台灣的國寶 莫北亞說我是國寶 不是說莫北亞 他是國寶 是他抱著這個夜情 國寶是誰 陳達老先生 台灣的民謠之戶 所以說到肯丁大家會聯想到 是啊 鄉啊 去台灣民謠之戶 我出團去丹麥 不是丹麥 挪威 挪威丹麥那個地方 街頭上隨便就有個雕像 但是一粒都往左看 坐在那邊 那個是誰啊 安東哥阿樂 安東哥不是安徒生 安徒生童話我們美人魚 就是他的童話故事 大家到那邊一定要跟他拍照 童像拍照 各位 好 這邊你來嘉義 人家嘉義以前 日本是來叫畫都 所有人生巧巧人生廟出神入畫 我是出門出神入畫 講畫的話 你來這邊 你一定要找個層層波的雕像 聽說在嘉義百年空裡面 就有他的雕像 還有他的作品 他的那個畫作有很多都是 幾頭萬名的低頭是故鄉 越是故鄉民 都是他的故鄉嘉義市這台 有很多的畫作 你看完之後 台頭一看 欸 六七八十年前所謂 不就是我現在看前面這個景嗎 這個湖嗎 這個山嗎 所以有不少的遊客 都是衝著沉沉 不會來到嘉義市旅遊 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林隆那一座老 從台北傳統 拼到嘉義市來這裡 就是要讓我們的鄉親父老 兄弟姊妹知道 我們 我作用金山當乞丐 手捧著金黃丸到處去要飯 什麼叫做 手捧著金黃丸到處去要飯 手捧著金黃丸到處去要飯 那就是客套 在那裡 賀心妹的老闆 兩塊給他分 你在跟他分 這個客套不知道說 他拿這個碗是金碗做的 他不知道說 我坐後面這支山是金碗山 我們台灣人不知道自己補在這裡 所以林隆會不會在這裡告訴你 嘉義這裡有保 要等你來尋寶 除了說有這個話之外 其實日本人對於嘉義的這個 膠紙桃的藝品 好像也蠻重視的 還叫做嘉義燒 這補你為什麼要跟我們的 旅客這樣介紹 嘉義燒跟銅鑼燒不一樣 一個會補一個不補一個 一個頂尾尾 膠紙桃清掉的時候 清掉的時候 我們台灣很多廟 所有的廟上面都會有一些 簡年跟膠紙桃 百姓貴害唐山藏的故事 教宗教肖教育 然後情根語毒 蟲鳥魚 獸這一種吉祥的動物 吉祥的美麗的花朵 富貴代表錢 然後瓶子代表平民 這個都是用膠紙桃下去燒 那時候全台灣頭 台灣賣最有名的一個生 進入的老生生 叫葉王 葉王在這邊創作之後 他的學生很多 所以全台灣 那時候所有膠紙桃燒 幾乎通通是出自於葉王 這個老生物 所加一個土子土孫 所以說自己是膠紙桃燒的故鄉 所以叫做什麼燒 嘉義燒 嘉義燒 文化活動中心的地下室 有一個膠紙桃的博物館 全台灣唯一 所以你先來看 人家現在那個膠紙桃進步到怎樣 不是讓你可言觀不可謝玩 人家就只看在廟室面上 現在可以讓你把玩 這個膠紙桃人偶也好什麼 可以讓你玩 甚至弄成小手式 小小的可以讓你帶回去的紀念品 變成嘉義 現在很另類的伴手禮 人家英哥 人家說英哥出碗拌三個出碗 英哥出碗拌開的故鄉 英哥是台灣的景德政府的故鄉 但是嘉義燒是我們膠紙桃的故鄉 其實從玲瓏大哥剛才的介紹當中 那也當歡迎說 不管是衛途還是做這個土地 我們嘉義燒都有很出色的一個藝術 這幾年我們嘉義燒政府 也很努力推動很多文化館 我們講的華東 像我們的嘉義式國際管月節 每年就都起因很多的UK 來到我們嘉義燒 這部份是不是 請玲瓏大哥幫我們介紹 這嘉義燒 我們所認識的管月 不知道就是那個 上去山頭 山頂這樣 水山蜜 水山蜜 你不知道 這個管月的人 你現在所看到 已經是二十幾年的歷史了 嘉義燒本來是這個學校的社團 後來推廣推廣之後 就要變成管月的故鄉 業都 這個 我們 2010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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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管月之後 冠上兩個字 International 國際 沒錯 它已經讓全世界來認同你 你的管月夠成熟 所以全世界的國際管月節 辦過了 七個月的時候在這裡辦 它是往年都是十二月底 總共十天 我買到十幾天 然後跨到隔年的一月 一月一號那裡去 整個嘉義好像嘉年華 你不要去看街 那裡的熱內爐的嘉年華 你來嘉 人家也是嘉年華 嘉義的嘉 好看的都在嘉 這台嘉 整個綿延三公里 那個遊行的隊友 輕輕輕輕三公里 保證你三公里 你讓他走完 你兩隻腳都要回去 恨自己不夠高 為什麼 不要走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隊友 國外的隊友 服裝 業氣 起目 統統不一樣 然後接下來 我們台灣會有很多 學校的那個業儀隊 哈嘍 迷女琴 這樣 看著迷女琴 吃著方怪爽 鬆到給到 這流暈 然後呢 如果你可以到他的開幕節 它開幕式都是那個體育公園 這裡 我看那個分裂式 ください 哎呀 這段時間你來不會讓你失望 國際的 他們在新的管業節 全台灣就只有這個地方有 一個林農大哥很趣的在介紹當中 我們可以發現說我們嘉義市 雖然說面積不多 但是其實是一個超級精彩的地方 對他們的營養的夏季 那其實很多遊客在旅行的過程當中 對他們來說一個很重要的樂趣 就是吃得好吃的東西 當地的美食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吸引力 所以我們一個在做當中 我們就要邀請那個林農大哥 旁邊的觀眾朋友來介紹一下 又再到嘉義市有什麼美食 好吃的東西是你絕對不能出貨的 這段說到馬上回來了 好 回到節目的現場當中來 除了剛剛談的是一些古蹟自然的景點之外 人家說民以食為天 來到這裡不可以不吃就是雞肉飯 林農大哥你對雞肉飯的印象是怎樣 各位 民以食為天 我的吃就是我的天 過去的人剃頭的理由方式 是說我要去哪裡剃頭 我要去三六個 這樣我要去哪裡 各位 順便要吃什麼 現在的人的路由方式沒有什麼樣 現在補著補著補著 那些蝦蝦在說什麼 家義雞肉飯的 剛好吃剛好吃 這時候吃什麼最中時 什麼時間去吃就變成沒中時 現在是長在大廚 長在燒 大家想要吃那個 之後我們要去哪裡 不再順便算什麼 你已經先把吃擺在最前面 就像以前的人 那些手機拿起來了 造什麼 造牙痛 造什麼 造腰痛 現在那些手機拿起來 不要動 好 開始吃 開動 因為他要把這個好吃美食的感覺 帶回去 下次再看到照片之後 就把那個美好的過去 美好的回憶 靠味覺來吊起他的回憶 所以現在的人不相同 各位說就是家義雞肉飯 就像說講到花蓮的美食 就是大家想的便食 講到這個士林雅師 最名你一定要去吃生草花枝 如果穿起來就臭豆腐 家義就家義的這個雞肉飯 最開始的時候 是從那個噴水延環 那裡開始發展起來 五十幾年前 我們如果是說要吃雞肉 你就要逢年過節 才有跟我吃雞肉 所以一個老債夫 他就用那個火雞肉 比較熟的 然後這樣 開雞肉 你把它跳一片一片 然後面上他本來是賣滷肉飯的 淋上滷肉醬汁之後 好 大家可以吃到 要吃過 看他要做工作 吃到滷肉 然後又吃到雞肉飯 哇 像一船十十船百 一趟下去 然後現在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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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 才可以吃到倒倒地滴的基肉飯 做雞肉飯 再來第二趟 第二趟 我非常失πε 我有一家在參加電視台 一個叫做旅行應援團 然後被邀請到江貝 所以這個砂鍋魚頭被邀請到節目 我第一次吃到那個砂鍋魚頭 中毒了 做夢也想著他 整天就想著他 想著他那個味道 想著他那個高湯 熬了八個小時 本來是清水開始熬 熬得好像變濃郁這樣 濃郁的湯頭 裡面的那個料理 那個大頭蓮 大頭蓮 那是一定 接下來裡面的料理 唉唷 為什麼我說好吃好吃到 讓我想要掉眼淚 小時候 你們都在台東大漢 在這很難過 然後現在是有人在分散事件 是不是辦桌 辦桌之後吃春的 就會去輕輕起來 倒到大鍋子裡面 然後廚師會加一些菜下去 然後就開始烤一烤的料 用那個卡湯乾了 愛家愛婦 兩戶 兩戶 那是你們家人比較多幾戶 有夠好吃的 你的童年有沒有度過這一段 我看你們沒有 你們沒有經過這種童年 我現在說很多鄉親 你們聽到 對…就是那種東西 我到台北我離開台東了 幾乎就從來沒有吃過那種東西了 想不到 咖啡子大家在砂鍋魚桶 那一天就吃了 就是這個味道 就是這個味道 後來我接下來自己到家獄來之後 這兩樣東西 肌肉飯沒吃 你就是大魚治水 三國前門了 不論你來這裡幹什麼 既然沒吃到 第二個我一定要去吃這個 魂牽夢系的這一個 砂鍋魚頭 鄉親 林隆的喔 給你介紹的 林隆的冠青夢到全世界跑跑走 去到一個地方沒吃 沒在路跑沒走的 拍死沒走的 就是這兩樣東西 吃了雞肉飯跟砂鍋魚頭 當然也要有一點甜點喔 林隆大哥 咖啡子有什麼 比較特別的點心 是比較要推薦給我們的觀眾朋友的 你來講一下這就半秋類了 各位 講到伴手裡 台中 你會想到太陽餅 台北就是馬英九代言的這個鳳梨酥 花蓮就是血神山在那裡花蓮麻糬 咖啡呢 不餓人鮮 就是方塊酥 方塊酥現在各家品牌 大家拼入台 有競爭 有進步 你不要以為方塊酥只是一種口味 現在海苔的啦 什麼事 好 我已經不可以形容 它有多少種的口味了 然後有的是銀河年輕人的口味 有的是老招牌 有的是堅持傳統手工這樣好喔 奧奧奧奧奧到兩百多頂了 才開始咖咖的下去吹 你 如果來咖啡鐵頭 鐵頭回去後你跟鄧叔說 你去哪裡我去咖啡啊 你若是沒有給人一個自己的 這個方塊酥辦手禮 我告訴你 你沒有朋友 現在你出去鐵頭 廚名頭要幫你倒看房子 啊 等一下 夢想夢想謝謝啦 我回來了 回來了 人家就看你這樣就回來了 你不然要兩包辦什麼 謝謝你喔 人家幫你倒顧小孩 保母你敢不必 我告訴你 來到嘉義 你沒有帶個方塊酥回去 你來嘉義幹什麼 你沒有朋友 所以我想問玲瓏大哥就是說 你剛剛講到說很多景點 又講到文化 講到美食 那如果一般的觀眾朋友想要來嘉義晚 你怎麼建議他怎麼規劃這個路線的部分 我這邊整理了一個小小的資料 這個半日遊 一日遊 二日遊 還有DIY 什麼叫DIY Do yourself 就是讓你自己親手去動 親手去玩 自然生態 文化之理 人文古蹟主題的景點 食材你自己逛 食材你自己玩 各位 貪多腳不爛 觀光旅行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叫做走馬看花 水準又起來後來有深度旅遊 水準再提升 品位再提升之後 第三個階段叫無奇而為 現在的人已經很多都脫離走馬看花 好 兩天起床了 快點快起來了 車上不要睡了 要睡在家睡就好了 怕什麼什麼 現在的人進入大部分都是第二個階段 深度旅遊 來後要聽當地的解說言 跟你介紹 曾經日本時代是怎樣 好吃的東西是怎樣 這個好吃的東西 在吃的過程裡面 不是只有跟你說吃而已而已 要跟你說 這個東西是怎樣 研發成變成這樣 它背後的歷史 是當孫的老債夫 當孫的過台灣 成果結局完了 因為很多當孫來的鄉親苦肉 所以會懷念 會家鄉的故鄉味 所以就做成家鄉的牛肉麵 一個餐廳非常有名 不能講出他的名字 留一手 我已經講出他的名字了 這個 所以說美食的背後就他的故事 各位 走馬看花 深度旅遊 深度旅遊 來看看 另外半日遊的時候 嘉義百年說的 我們家裡 市政府 訓練一倍 很多 讓他們現在自己 成為一個導遊學會 解說言 解說言 你只要先跟他申請 來之後 你才有看才有懂 江山有多媒 就靠旅客的兩條腿 文物有多媒 就靠導遊的一張嘴 人們導遊是古先門聯 錢品一張嘴 你如果沒聽他說 人家說讀萬錢書 省萬里路 更需要名師來開 有導遊來帶路 或者你有看沒有 我看這要送什麼 一張嘴聽下去 很精彩 裡面的故事 The Never Ending Story 是講不完的故事 你看看 百年公園 然後社日塔 藍潭風景區 各位藍潭風景區 你若是現在再來 年代再來 藍潭有一個東西 什麼 我怕這兒子照不出來 這叫做 夜迎談心 過期的嘉義有八景 藍潭八景裡面 叫藍潭換月 不是換周 是換出月亮 我曾經在這個地方 娶一個女兒 我曾經在這個地方 帶著一個女兒 那一天有四個月亮 第一個 天上一個月亮 第二個 彈雲一個月亮 第三個 他的眼睛眯得像月亮 四個月亮 代表我的心 四個月亮 人家在這裡 藍潭換月之後 他要用 藍潭換月 做一個很大的 這一個叫 夜迎談心 夜迎 因為以前有藍潭換月 談心會面 把你做一個水滴滴下來 就好像 藍潭的心臟 又叫做來這邊 彈去觸膝啃 然後你可以走到臉上去 臉上去 臉上去做成阿倫麵的鳥巢 蕭蕭蕭 各位 來看看 這是一個想義國劇 你可能也不知道 一個藝術大師的作品 現在你再來 可以看到這個好看的 來 再來 你如果走文化的 焦石頭 剛才說的 不是銅鑼燒 銅鑼燒是在補的家 家義燒 再來 市立博物館 北門義 去看一個當初時 阿里山的木材都在哪裡集中 再來 這個 層層坡的花架 在中間公園 中央噴水旁邊的家義公園 西方廟 九華山的地藏鞍 各位 這半天 半天 你們兩個比較嚴格就要劈腿了 我們剛才一聽到玲瓏大哥 為我們介紹這麼多 這麼精采的路由的景點 不過我很好奇就是 玲瓏大哥 你如果是自己來跟我們自己設斗 有什麼景點 這是什麼意思 是你私房 要來推薦給我們的觀眾朋友的 文化樓 好吃 好吃一條街 你從盆水圓環 在那裡開始 齁 把肚子中飽了 把肚子搞大了之後 就往前走 文化公園 在那裡有很多 很多的街頭藝人 大義大 彈琴的 口琴的 齁齁 文化文化 到這邊來感受一下 視覺 耳朵 這就是出門旅遊的七感拿出來 什麼七感 不是如漱口 嚴 耳 鼻 舌 聲 心 浮 浮auf 浮海 浮海 聽到這個街頭藝人 我說 這個地方不怪人來說是 化毒 藝術之毒 你去徒奇看一下 一定要放慢角度好好地來享受一下 林農大哥 帶團這麼驚豔 我想很多觀眾朋友也很想要了解說 你在帶台獨團 日本團也好 來告訴自己 有發現過什麼很趣的事情是不是 可以跟我們觀眾朋友來分享一下 這個陸客團 阿里山裡面住的條件都比較差 所以我們會安排住在 嘉義市 對啊 市区 市区聞到那裡 我們不好意思說要飯店 很好 我們列入那時候 四星 五星 我們就現在改一個名字 你就知道我說哪一間 那個客人住在臉上 迫不及待就要出來洗牙齊 然後呢 這個 記得我帶一個 好像要到八十歲吧 八十歲了 然後 眼睛留著 眼睛灰灰灰這樣 看不像 所以我特別安排跟我同一層樓 然後這個 暗時啊 如果整個回來之後 差不多是要到十一點 我想 啊 真累啊 自己很小小的要倒下去睡 叮噹 鄉親 我去看 是誰啊 暗電鈴叮噹一聲啾 就按了叮噹 他們剩一張 來看青年娘娘 去那飯店的醫院看一看 在後面我閃過 咦 那不是那個伯伯嗎 接下來又聽到我的隔壁房間 打 我趕快門一打開 那個老伯伯又走過來 接下來我門一打開 他看到我 領導喔 領導 他們講 領導 你也要下去啊 伯伯 我穿的 rates 那氣到下去哪裡 這不是電梯啊 伯伯 電梯這邊 房門跟電梯的門大小一樣 老人家白質分 崩敏 站在那邊做事 健康說過去 說完死不去 健康說兩句中心有趣 要吃雞尻 吃完水 不然皮疤就變瘦了 我跟你說 有本書 人家說要不要生小孩 不要笑人 女兒去笑 要不要笑人沒笑 你有本書到八十幾歲的穿 這樣不用人擦 自己一四個月 走一四個月的剃圖 所以雖然說他眼睛有比較好 但是這個身體很棒 看到雖然是小憲子 但是佩服 八十幾歲 身體還能夠養得這麼好 為什麼能夠養得這麼好 而且能夠吃山 吃海 上山 下海 都不用人擦 各位鄉親父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很重要 你如果沒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人家都會跟你說到今天 你這麼好玩 這麼好吃 你吃不下去 你扛不下去 你怕不下去 所以說 中國字寫得好 什麼叫做悶 就是把你的心放在門裡面叫做悶 出來走一走 看一個五菜的世界 看一個我們的故鄉 這麼可愛 這麼美麗 看一個過去跳過人過的地方 現在人家說雞人沒什麼 吃完就走 過去是雞人沒什麼 跳過人過 現在雞人有什麼 好待你不要走 好 在今天一個小時的節目當中 可以發現說其實嘉義市真的不大 但他因為小但卻他美 看見民眾的熱情 那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玲瓏的大哥 來到這邊跟我們大家來開講 大家開講 下一集再會 Vu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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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